大家好 我现在在湖北荆州市 路过的时候发现这边有一个荆州高新区 你看后面就写着荆州高新区 荆州高新区就是叫做高新技术开发区 也就是说它里面也是属于经济产业 里面要么就有公司工厂 或者是农业什么方面的高新技术产业 一起来去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一个规划馆 荆州高新区规划馆 经济转一圈 好像是没开门 现在中午门 中午了现在 里面写着绿色农业看荆州 农业特色国家及高新产业 这边跑过来的 这边很多房子 很漂亮 这房子 冬一冬 这边的房子都是别墅型的房子 是吧 太漂亮了 这些房子 真没想到高新区里面这么多漂亮的房子 你看 把身后的房子一冬一冬的 都是非常的漂亮 你看一下 是啊 太漂亮了 这些房子 你看那边都是 一大片的房子 然后这边的话是小别墅 这边的话就是三层楼的 全部都是三层楼的 你看一下 还建了很多别墅 这五一穹有没有宇宙能看进去吗 这些的话就比其他的地方漂亮太多了 你看一下 从这个村面能看到一点点 你看一下 它是别墅型的 都是别墅 下以不难用无人机飞一下 是吧 所以在高新区里面还有一大片的别墅 你看一下 在高新区里面 见不到工厂 见不到公司 也见不到那些 他说的这边开发的农业 是吧 只有这些房地产 你看 我站一眼一点看这个地方 它看得到前景 上来眼一点看 你看它是不是一栋一栋的 这个是三层楼的 是属于别墅吗 很漂亮啊 这些的话应该有钱人才做得起的嘛 是吧 那边开发的就是套房 几十层楼高的 十多层楼高的套房 非常非常的壮观啊 很漂亮的 你看它一栋一栋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嘛 你看两栋之间的都是割开来了 你看 你看这里割了一栋 割开来了 里面有草坪啊 是吧 有燕子啊 你看这一幅人家是有人做的 太漂亮了 是吧 这一幅人家有人做的 你看 很漂亮 是吧 这别墅都是三层的 里面还有草坪 你看一下 里面有草坪很大了 是吧 它是每一栋都是独立的嘛 这个房子嘛 你看它都是独立的 是吧 里面的草坪非常的大 不靠近不知道 靠近的吧 你看 那边也是 哇 所以有些有住经纪 有些就没有住经纪 看到有些房子的话 就是有人做的 这边的也是 你看 这边的也是你看 是吧 这一栋的话就空的 那里面是有草坪 草坪停车场 都有 荷华别墅啊 所以 这边的话 要贴皮房 尾座的 也就是说里面的房子 都是要拆掉的嘛 牵起来的嘛 用贴皮房牵起来的嘛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 用贴皮房 你看里面还有围墙尾座的 你看一下 对吧 围墙尾座 那些房子的话 就属于沿住鸡民的房子 就是说 原来住在这边的本地人 他的房子就是那样子 也是一栋一栋的 然后咱过来看一下 这边你看 这边的话 就全部是一栋一栋的别墅了 这些别墅的话 就是新开发的 是吧 花花草草 有停车场啊 草坪啊 树木啊 你看一栋一栋的 你看 基本上都是三层楼嘛 每一栋都是独立的嘛 这边的话就是高新 高新岩里面的这个田地 你看这些田地的话 都全部都已经荒废掉了 都没有种了嘛 这块地的话 种地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放在那边呢 你看 应该就是说要拿来建商品房嘛 你看对面建的 全部都是商品嘛 对面那么多房子的 它也是属于高新期之内 就这个金珠高新期啊 嗯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还有房子 没有拆掉的 就是严主基民的房子嘛 你看 当地人的房子 那边也是 那边的话就还有人住的那些房子 你看这里有些就拆了 有些就没有拆 你看 你看 过去看一下 这边的房子就是这样子 你看 这个严主基民的这个农民的房子 也是非常的漂亮嘛 这边你看 那一栋 一栋一栋很漂亮 是啊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个边上的话有些就拆掉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个田地 农民的田嘛 一块地嘛 这些田的话也是用这个 用这个贴板围起来了嘛 也就是签地嘛 也就是说要征收的土地嘛 然后对面就是别墅嘛 是吧 那个对面就是工长看过的别墅 然后别墅这边的话 全部都是田地嘛 是吧 然后这个背后的话 还有本地人的房子 所以这些田地的话 迟早就是会被开发成房子的嘛 是吧 这个都 毋庸置疑 不用华语 既然那边都开发成别墅了的话 它有一整片连在一起 这边肯定会变成别墅 这个是真正的是良田啊 你看一下那么平整的 如果用用现代高枯器来种田的话 是啊 效益非常高的嘛 是吧 因为它非常平整的地的话 就是 呃 可以机械化嘛 但是它一大便 全部变成别墅了嘛 你看一下 对吧 对面是高兴基里面建好的房子 你看一栋一栋非常的高 呃 可能都有几十层楼高啊 但是这些房子建好了对吧 就还没有人做经济嘛 你看空的全部都是空的 空房嘛 还没有做经济的 这条路的话叫做高沙路 你看一下 高沙路嘛 呃 这边的话也是在街 都是房地产嘛 对吧 你不可能这些是拿来经济搞经济开发的嘛 不可能是工厂嘛 不这是农业吧 农业你不可能跑到几十层楼上面去 中张价嘛 呃 这边的话 它有那个表头 呃 地产集团 你看 电建地产武汉地产集团这边写着 然后这边它有这个 呃 呃 有这个橄榄头 就是说笑骨头 你看这是它笑骨头 建好的笑骨头就是这样 公开是我以为高薪区 呃 高薪技术厂业员 里面应该是有工厂啊 有什么厂业插队的嘛 跑进来的话 全部都是房地产的 是吧 看来我的理解能力真的是很很差 是吧 文化有限嘛 文化比较低的人 还是无法理解纸面上的东西是吧 高薪区肯定指的是高薪技术厂业嘛 是吧 你肯定是跟工厂啊公司啊 他这是一些农业技术方面有关的呀 但是跑进来全部都是房子嘛 所以我文化太有限了 这边牌子挂的很多啊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 九 挂着九个牌子你看一下 还写着什么盐农品厌室呢 哎 荆州高薪街啊 但是跑进来的话 全部都是房地产嘛 都跑进去 到下 大夫 快去哪 船崴 完全是为了